2000年日本东京一座老旧住宅内 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 奇怪的是当房子里的那对夫妇 看到眼前这一幕时 喊了几声女儿的名字后 便自顾自地逃出了火灾现场 熊熊烈火将房屋烧成了一片焦土 直到救援结束 男主人才告诉消防员 自己的女儿还躺在他家的地板下呢 起初救援队以为是夫妻俩为了自保 没有及时救出他们的女儿小倩 但他接下来的话 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含而立 没错 这位老父亲早在16年前的某个晚上 亲手杀害了他那花季年龄的女儿小倩 今天为大家带来日本社会派推理作家 公布美雪季模仿饭之后的又一部长篇续作 他就是突出人性之险恶 社会性之深刻的乐园 因为时隔16年也就过了案件的追溯期 所以日本警方决定 不予追究这位老父亲 文书当时在火灾现场的自摆 本来案件会不了了之 但在第二天一位女士的到来 为整个案件带来了迷一样的神秘色彩 眼前这位古女士说 早在文书家火灾发生前 她年幼的儿子小等 就已经在她的画册中画出了文书家发生的事 比如父亲亲手杀了女儿 之后又发现了女儿的海骨 就藏在他们床下的地板等等 但事实上 古女士一家与文书一家 素未谋面根本就不认识 古女士很担心自己的儿子有某种超能力 所以拜托一位女记者前天资子 能够帮她调查清楚 但是在发现老宅海骨后 文书一家便消失在大众视野 她悄悄委托颇有名望的高桥律师 做自己的代理人 也对她说出了16年前 发生在文书家的事 当时女儿小倩是附近有名的问题少女 起初跟几个坏学生一起打架逃课 父母还能一边忍受一边劝其悔改 但后来小倩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经常带回一些不属于她经济实力的 名牌衣服和首饰 就已经知道她在外面一定没有做什么好事 尽管父母还在苦口婆心地劝导 她能走上正轨 但她嚣张跋扈又不屑一顾的态度 哥对父母的出言不逊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 尤其不停地取笑 她贫困又没有本事的父母 文书终于一气之下掐死了小倩 随后挖开了他们卧室的床榻 将小倩的尸体藏匿在地下 也就是说整整16年的时间里 文书文婶都睡在女儿尸体的上面 记者来到了古女士的家里 见到了那个所谓可以预知未来和过去的小男孩 但小等已经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 渐渐变得性格孤僻 内心封闭 田姐只好暂时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希望小等有一天能告诉田姐事情 之后田姐又来到文书家附近 如今这里已成一片废墟 不过通过附近一位杂货店老板娘的叙述 田姐得知 原来文书文婶家除了死去的小倩 她们还有一个小女儿叫做承子 尽管警方不予追究文书文婶的罪责 但是公众是无法原谅这对残忍的父母的 以至于牵连到承子遭到公司的排挤 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一些不良媒体和记者也会经常纠缠着承子 尽管承子对整件事并不知情 而且在事件发生后 父母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彻底失联 随后文书的委托人高桥律师联系到了承子 告诉他两个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 其一就是父亲亲口承认 的确是他亲手杀了承子的姐姐小倩 之所以承子对此事一无所知 是因为那天晚上承子参加了学校的夏令营活动 没有待在家 所以他一直以为姐姐小倩是因为叛逆而离家出走的 其二为了不连累小女儿承子 父母决定彻底与他断绝关系 这一度让承子既难过又绝望 而另一边的古女士再次找到了田姐 拿出儿子小等最近几天的画作 母亲总担心自己的儿子会看到别人脑海中的记忆 果然田姐在看其中一幅画作时 令她想起了一段非常恐惧的往事 九年前 田姐曾追踪报道过一宗连环诱拐杀害少女的案子 当时的受害者共计十二人 对应着这幅画中的十二之手 并且当时的凶手在深山里埋尸时 都会用一个酒瓶作为记号 同样在画作中也出现了一个酒瓶 当时负责此案的邱金警官看到这幅画时 也觉得很是惊讶 随即他表示 如果是画画的小男孩在报纸上看过新闻 将这些内容画出来也不足为奇 而且当时小等的母亲 也就是古女士来找田姐帮忙 也是因为之前看到过田姐对这宗案件的报道 不过 最近的这幅关于文书杀死女儿的画作 田姐分析 不管是小男孩真的有超能力 还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看到的 小男孩一定和这起案件的关键人物接触过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小男孩也突然想到了什么 拿着田姐曾写给她的自己的地址 在前往田姐家的路上 离奇地被一辆大型卡车撞到 以致当场身亡 只能说这一切都太过诡异了 但警方已经判定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为了不让小等白白离世 田姐下定决心一定将此事彻查到底 在与古女士闲聊时发现 原来小等是在妈妈带她去过一个名叫蓝天会的地方后 才开始在性格上发生很大的转变 田姐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并未发现这里有什么不同 里面的孩子欢声笑语 只不过在她说明来以后 主管开始变了脸色不再接待 与此同时 承子的前夫找到了田姐 原本她和承子是一对幸福恩爱的夫妻 发生这件事之后 为了不连累丈夫 承子态度非常坚决地与之离婚 为了让承子安心 前夫哥也只好照做 但是对承子的关心和爱护却从未减少半分 不过 她说起了关于承子父母几件十分奇怪的事 她和承子结婚至今 老两口从不会邀请 甚至也不会同意她来家里做客 唯独有那么一次 当时她独自去拜访时 刚好岳父文书一人在家 于是被邀请进门和文书一起下降棋 期间 文书去卫生间的那么一小会 文婶刚好买菜回来 看到自己的女婿独自一人坐在客厅 显得十分慌张 不停地问她为什么要在这 起初她觉得一定是承子的父母不太喜欢她 但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是文婶担心大女儿小倩的尸体被人发现 所以才会拒绝任何人来到这个家里 还有就是文书这个人低调谦和 夫妻俩也是十分节俭 但不知为何文书总是向她借钱 看样子好像遇到了什么难事 根据这个线索 田姐来到文书曾经工作的工厂里 从老同事的口中了解到 原来文书也经常预制工资 或是向厂里的同事们借钱 可是这笔钱到底会用在哪里呢 为此田姐找到了文书的代表律师 希望从她那里得知更多关于文书的消息 因为田姐觉得 这十几年间文书一定是被人抓住了把柄 所以才会不断地被人勒索 那么勒索她的人很有可能看到了文书杀害女儿 高桥律师想起文书曾说过 当时大女儿小倩在那段时间 经常花枝招展地拎着很多礼物回家 说明小倩可能有一个男朋友 小倩失踪后 即使周围邻居都相信她是离家出走的 但了解小倩的男朋友应该会对此有所怀疑 也就是说 如果文书真的是被人勒索的 那么勒索她的人 可能就是小倩当时的男朋友 田姐再次找到了文书家附近的老邻居 其中一个女孩小兰回忆起 当时小倩的确有一个男朋友 好像叫阿茂 但是这个阿茂只是她的一个外号 并不是真实姓名 也就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因为迟迟联系不到父母 又无法得知真正的真相 文书的小女儿承子也在拜托田姐 帮她找出真相 姐姐小倩去世时 承子当时只有九岁 加上当晚她又不在家 所以只能提供一些零碎的记忆 承子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父母会将姐姐的尸体 藏在卧室的地板下 并且足足在这块地板上 睡了十六年 印象里的姐姐是讨厌自己的 也是因此 承子也讨厌姐姐 因为姐姐总是取笑她 欺负她 甚至得知了姐姐离家出走后 承子还在心里祈祷过 姐姐永远不要再回来 就是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活动 邀请父母带着孩子们一起出游 无论当时的承子如何要求 他们都不同意陪伴承子出游旅行 当时承子很生气 觉得父母是在等待离家出走的姐姐回家 但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是担心离家后 有可能被人发现姐姐的尸体 就藏在地板下 同时承子也带来了一些 看似无关紧要的物件 这些是文书家遭遇火灾后 仅剩在仓库里的一些东西 里面竟然是东京以及周边城市 各个酒馆的火柴盒 因此 田姐发现这些酒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 它们都分布在各个火车站 或是人流很大的位置 因为每天出入的客人繁多 也就没有人会特意记得去过 这里的人的样貌 也就是说 文书和勒索他的人 是在那些地方做的交易 而这个人每次提出的金额 可能都是文书一家刚刚攒下 或是 只要稍微向周围人借一点 就能凑上的数额 文书一家收入颇低 说明勒索他的人 并不是真的要钱 而是一直在享受着 这种折磨他们的乐趣 小兰再次联系到田姐 带她去见另一位 曾经与死者小倩关系 较好的同伴 小子回忆 曾经她和小倩 虽然都不是什么好学生 但也就是淘淘课逛逛街之类的 但是自从小倩 结识了当时一个 叫阿茂的男孩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不可理喻 经常和一些 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还一起霸凌其他同学 所以小子渐渐与她疏离 那么外号叫阿茂的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阿子回忆 阿茂是一个性情非常冷淡 甚至毫无人性的人 与此同时 因为田姐坚持不懈地寻找真相 终于通过高桥律师 见到了隐秘已久的当事人文书 文书表示 自己的确是在这16年间 不断地遭到阿茂的勒索 但她也并不知道 阿茂的真实身份 只记得是当时 在她杀害小倩并埋室后 这个阿茂不断地上门滋事 起初文书骗她小倩 只是去了附近的亲戚家赞主 但阿茂太了解小倩了 所以根本就不信 在这16年间 不断地找他们麻烦并勒索文书 并且文书恳求田姐 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 这样很有可能会连累到 她的小女儿成子 这番话实在是让田姐 摸不着头脑 文书走后 高桥律师也在劝说 田姐能够放弃调查 毕竟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还不知道对方 那个叫阿茂的人 还会做出哪些 威胁文书一家的事情 但是在成子的心里 即使自己的父母 已被千夫所指 是千千万万民众心里的恶人 但是在自己的心里 仍旧是值得尊敬的父母 毕竟 她和姐姐小倩是绝对不一样的 还记得当年 姐姐小倩狠心抛弃了自己的父母 要去任一个富商为养父 和很多二胎家庭一样 在姐姐的心里 父母的眼中只有妹妹成子 但是在成子认为 父母只关心叛逆的姐姐小倩 就这样 姐妹俩互生埋怨恨意满满 还记得上集说到 那个可以预知他人记忆的小等吗 古女是为了调查出小等真正的死因 故意去蓝天会儿同协会去应聘工作人员 也是因此 她偷听到原来蓝天会的主席金川先生 也在时不时地遭到某个人的勒索 为了验证这个讯息 田姐又再次假扮成家长 故意在蓝天会门口 想要向家长打听关于这里的小道消息 不过令她失望的是 这里的家长对蓝天会都是一致好评 恰好这时被路过的一位老师所打断 老师还热情地邀请田姐进去参观 有些心虚的田姐还是委婉地拒绝了这次邀请 不过之后发生的事 让她感到十分震惊又惑怕 根据小倩生前的两个朋友小兰和小子提供的线索 加上邱经警官的后续调查 查到了一直勒索文书代号为阿茂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田姐在蓝天会见到的那个老师 据说这个人有着不少前科 不过奇怪的是 每次在她实施犯罪后 都会得到受害者本人或是其家属名义上的谅解 换句话说 就是每次即将将她送进监狱的时刻 都会有一个人出面 拿出足够的金钱替她摆平一切 而这个人就是阿茂的舅舅 也是蓝天会的主席金川先生 加上金川先生也一直在遭到他的外甥 也就是阿茂的勒索 那么小男孩小等一定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下 在蓝天会接触到了阿茂 或者偷听到了阿茂和金川先生的谈话内容 并且将这一切画了出来 那么金川先生又为什么会一直包庇这个阿茂呢 要知道在日本 一人犯罪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 民众会认为罪犯及其整个家族都有着坏与恶的基因 那么这个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会跟着身败名裂 加上阿茂的生母有些精神类的问题且有些智障 为了自己的妹妹 金川先生也一直在保护着他的外甥阿茂 也是因此 这个阿茂更加得寸进尺不知收敛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原来小等的死真的不是出自意外 有目击者称 小等之所以会被货车撞死 是因为他在过马路时被一个男人撞到 也许是出于恐惧 小等当时愣了好一会 所以站在马路上才会被货车撞到 还有人看到在小等发生车祸后 一个男人在当时的事故现场猖狂地笑了好久 而这个人就是阿茂 不仅如此 阿茂还在前段时间绑架并囚禁了一名女孩 女孩在绝望之际 说出了自己曾向窗外丢出过一张求救信 并且坚信过不了多久 警察就会来到这里解救出他 恳求阿茂母子能够将他放走 本就病态且喜欢折磨他人的阿茂 根本不会放走他 尤其听到女孩从窗外扔出过求救信 这让控制欲极强的阿茂很是生气 于是他将母亲赶出了囚禁女孩的房间 轻轻关上了门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惨叫 使得附近邻居前来围观 恰好此时 田姐也通过秋金警官提供的阿茂的地址信息 来到了这里 据这些围观的邻居们说 自从这一家搬到这后 就经常听到女人的惨叫声 但却无一人报警 为了一探究竟 田姐撞起胆子走进这栋房子 直径来到二楼 但里面的恐怖场面 让这个酒精沙场的女记者都感到不含而立 臭气熏天的房间里还混杂着血腥味 但如今凶手和被他囚禁的女孩都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阿茂的母亲反复地说着不是她儿子的错 惊吓不已的田姐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第二天 田姐拿着阿茂的照片 找到了文书的小女儿程子 很显然 即使父母被阿茂勒索折磨了16年 但程子并未见过照片上的这个男人 为了追查到阿茂的踪迹 田姐和高桥律师找到了蓝天会主席金川先生 起初金川先生还很硬气地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外甥阿茂的行踪 而且他所做的一切也与自己毫无干系 田姐很气愤地反驳他 如果不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拿钱帮他脱罪 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受害人受到伤害 金川先生表示 如果自己不这样做 他历经几十年努力达到的高度和积累的一切 都会被外甥连累到功亏一篑 同时他也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 之前就提到过 在日本有一个沉默规则 那就是一人犯罪株连整个家族 不仅仅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 只要与犯罪者有一点沾亲戴故的关系 世人都会认为 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同一种血 骨子里都带有恶与坏的基因 但金川先生这种不断保全自己 包庇犯罪者 无底线地纵容阿茂 也得到了田姐和高桥律师 义正言辞的指责 同时高桥律师也想起文书之前 在叙述自己的案件时 曾提到过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橙子 会不会之所以文书夫妇俩 一直被阿茂威胁 并不完全是为了掩盖罪行 也是为了满足阿茂的一切要求 祈求他不要靠近橙子呢 毕竟橙子才是能够 拿捏住文书夫妇的致命打饼 眼看事态发展的愈发严重 金川先生只好请求自己的妹妹 能够看住儿子阿茂 毕竟之前阿茂只是囚禁别人几天 只要金川先生给对方家里一笔钱 就可以稀释名媛 但这次直接闹出了人命 没想到阿茂母亲说出了一句 令人细思极恐的话 反正阿茂杀死的不止一个人 那么被阿茂杀死的还有谁呢 在得知阿茂已经彻底无药可救时 他的舅舅金川先生终于选择与之断绝关系 也就不会再给阿茂任何钱财 那晚最后一次谈判时 二人的关系彻底崩裂 没有人性的阿茂 气急败坏地将舅舅推下了楼梯 杀害了他 还记得上集说过 受害者在被囚禁的那段期间 曾向窗外扔出过一封求救信吗 其实那封求救信当时被一个小女孩捡到了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报警 记得曾距离警察最近的一次 那段时间这附近经常发生盗窃事件 警察挨家挨户地上门告诉居民要小心防盗 女孩依旧没有交出那封求救信 最后那次 在阿茂家附近围绕越来越多警方和记者时 女孩小桃的手里 还是攥着那封求救信撕来想去 也正是这个举动引来了逃亡的阿茂 就这样小桃被阿茂驱车带走了 眼看失态变得愈发严重 受害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大批量的媒体记者都围在阿茂家门口 但阿茂的母亲自始至终没有觉得阿茂做错了事 自己没有管教好她 反而认为是社会没有帮助阿茂走上正轨 可见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可悲与无知 当然就在阿茂卢走女孩的当晚 警方就已经追踪到阿茂的踪迹 女孩害怕地想要回家 这时阿茂开始对她进行了言语上的洗脑和攻击 小桃出生没多久 妈妈就生下了妹妹 并且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年纪小一点的妹妹身上 完全忽略了同样也需要呵护的小桃的感受 阿茂告诉她 家里只有一个对她不闻不问的妈妈 可一个不听吵闹的妹妹 并且还试图让她想起每次妹妹犯错时 妈妈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第一时间责备小桃 但尽管这样 小桃还是想要回家 就是这句话让阿茂再次起了杀心 就在她打算杀害小桃的那一刻 被及时到来的警方制止住并顺利逮捕 但为何警方能这么快追查到阿茂藏身的地点呢 这源于良心发现的文书主动向警方的自摆 也终于让我们得知 文书女儿小倩被害当晚的全部真相 16年前 自从女儿小倩和阿茂混在一起之后 便开始浑浑噩噩无恶不作 直到最后那次 阿茂用偷来的车带着小倩飙车的途中 撞到了路上的行员 小倩回家之后将刚才发生的一切 讲给自己的父母听 原本被撞的女人还是活着的 并且有清醒的意识 可怕的是 二人担心伤者会认出他们 于是将她带到了阿茂舅舅 也就是金川先生在海边的那栋别墅里 对其残忍杀害并埋尸 文书说 在小倩整个叙述的过程中 一直没有认为是自己做错事 反倒是一直在责怪是那个被撞的行人碍事 谁让她这么晚了还出门呢 都怪她被撞 才连累我和阿茂这么费劲地处理她等等 看得出来 小倩已经被阿茂洗脑成功对她言听计从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 在埋尸的过程中 阿茂不允许小倩用铁锹挖坑 所以小倩只能用一根短木棍不停地挖 讲到这里时 还向母亲撒娇说 自己的手指好痛 母亲听到这里赶紧去拿医药箱 原本以为母亲是想帮她包扎伤口 却没有想到恨铁不成钢的文婶 在手上缠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条状纱布 勒死了这个无药可救的大女儿小倩 文婶说 失去这个女儿让她很是痛心 甚至十几年里每天很痛苦 但是她没有后悔 也是因此 阿茂发现了小倩的失踪 与文叔夫妇达成协议 阿茂会对警方保密小倩之死的秘密 文叔夫妇也会保密 关于阿茂撞伤并杀害车祸受害者的事情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这样 文叔夫妇又为何还要承受阿茂的勒索呢 原来文叔文婶一直以来付给阿茂的封口费 其实是防止阿茂将此事告诉他们的小女儿橙子的 因为达成协议的那天 阿茂又提出了一个病态的提议 文婶杀害了小倩等同于杀害了阿茂的女朋友 那么 阿茂要求等橙子长大以后做她的妻子 这可把文叔文婶吓坏了 就这样夫妇二人在这十六年间 一直忍受阿茂精神上的折磨和钱财上的勒索 直到最近这次火灾 其实起火的房间并不是文叔他们埋尸的房间 但文叔还是借此机会 向警方坦白了小倩的尸体所在 小桃被警方解救出来之后 田姐发现从她的身上也映射出当年小倩的影子 在姐姐的心里 父母的眼里只有听话懂事的妹妹 所以小倩才会越来越叛逆 甚至触发到了她身上的恶贺不负责任 好在小桃的父母意识到了这一点 将更多的耐心和关爱倾注在小桃的身上 乐园可以说是公布美雪的又一部推理剧作 而这个乐园只是犯罪者的乐园 也是受害者想要逃离的无尽深渊和地狱 尽管在很多读者看来 她本人的作品既啰嗦又繁杂 但是在她笔下描写出很多不同种类的细密感情 和各式各样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题材之广泛 社会性之深刻 同时也奠定了她社会派推理女王的地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推理小说改编的影视剧 请继续关注 我是你们的客代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